哈囉大家好 我是Lucy 歡迎來到我的classy choice精品選品頻道 我今天要來跟大家開箱分享 我近期購入的精品們 有超級無敵可愛漂亮的鞋子 錢包還有衣服之類的 都是我覺得錯過很可惜的東西 所以我今天要來跟你們分享一下 推坑你們 好那我們先從最小的東西來看好了 看這個小盒子 你們猜猜是什麼 沒錯 它就是一個愛馬斯的小皮件 一個小錢包 然後這個是我朋友他在歐洲讓我買到的 它呢 是一個我已經有的小皮件了 所以我覺得愛馬斯最最最好用 CP值最高 算是愛馬斯評價款的小皮件 然後我自己已經有一個了 你們有猜到是什麼嗎 登登登登登 登登 Kelvi Duo 我自己幾個月前不是有收了一個 檸檬酒黃的Kelvi Duo嗎 然後也是收到很多很多私訊問我 關於Kelvi Duo的問題 我已經在我的instagram啊 跟影片裡都已經有蠻詳細的 講這個小皮件了 還有我為什麼對它這麼著迷的原因 好那我現在要來打點我自己 就是我不是說 同功能 同性質 同款包包 或者是錢包一個就夠了嗎 然後我記得我再一個 我講到我檸檬酒黃Kelvi Duo的影片裡面 我有說過 我雖然覺得很多色很漂亮 但是我應該只會 收一個 但是 當我朋友買到這個的時候 我就看到這個顏色 我就覺得 對不起 我一定要收下 所以呢 我的Kelvi Duo成員用多了一個 那它是 井葵紫的顏色 給大家聽一下 它的皮革是 Epsom皮 那我稍微跟第一次看到這款小皮件的人 稍微講一下 Kelvi Duo 小小一個但是什麼都可以放 它的這一格是一個零錢夾 打開來裡面可以放零錢 或是怕會掉出來的小東西 然後這邊啊 鈔票是可以對折放進去的 或者是放信用卡什麼的 都可以放蠻多張的 如果想要看我實際放的話 我這邊就不再放一次了 你們可以去看我這個影片 這顏色超漂亮 我之前有開箱過一個夢幻紙的嘛 然後後來我忍痛把它出掉了 那夢幻紙跟這個都是粉粉嫩嫩的粉色 夢幻紙的那顆的顏色飽和度稍微比較低一點 然後這個就是粉紅色比較明顯一點 超級愛這個顏色 好喜歡 好所以這個就是第一個 我近期購入的 要推坑你們的東西 這種小皮件啊 都不算是配貨 如果有遇到啊 都是蠻幸運的 所以如果有看到喜歡的顏色啊 我覺得就可以把握 這個小皮件算是愛馬仕的東西裡面 CP值我覺得很高的東西 然後我覺得它也是一個很好的 愛馬仕的入門款 錢包包包 推薦給你們 然後下一個東西呢 在這裡 沒錯 它現在就穿在我的身上 我的這件衣服呢 是 MILLY SILK 他們的真絲衣服 那以前我有嘗試過 別的品牌的那種 絲的睡衣 還有絲的衣服 但是因為可能它不是100%全真絲的 那我記得就是價格算蠻低的 相對評價 但是 不知道是不是因為 不是100%全真絲的關係 所以就是 穿起來的感受比較 有點卡卡的 小小塑料感的感覺 然後那個光澤度 覺得普通 所以我在買過那一次之後 我就沒有買過任何一件 其他的SILK 那種絲質的衣服了 我就覺得可能沒有很適合我 但是啊 LILLY SILK他們的這一件 真的有讓我驚豔到 我很久以前我就知道 LILLY SILK這個品牌 就是他們家做很多 珍視的產品嘛 有衣服啊 請具用品啊 什麼的 我們家的主臥室的 一整個床組呢 也都是他們家的 以前我們還在舊家的時候 我在Amazon上面有買過 比較沒有聽過的品牌 私的床單啊 枕頭套 然後就是睡起來 我覺得我還是比較喜歡棉的 沒有我想像的那種 私會有的那種 柔順感跟舒服的感覺 所以我就覺得說 我可能還是一個比較喜歡棉的人 所以後來呢 又換回Cotton的棉的那種 床單啊 棉被 然後但是我們去年 年初搬新家嘛 然後我們的床也換了 就換成了一個 大size的 king size的 所以我就想說 新家嘛 花多一點點錢 然後又用看 口碑真的很好的 真思的請具品牌 所以我就把我們的 新床全部 整頭套啊 跟棉被啊 跟床單啊 什麼全部都換成 LILLY SILK的 他們家的 然後我這樣子用了一年 真的是超級喜歡 我就再也沒有換過 別的床單枕頭套了 到現在我們都還是在用 所以我對這個品牌不陌生 然後我收到LILLY SILK 邀約我試穿他們家的衣服的時候 我就超高興的 然後我想說 好 那我就再給 這種SILK 絲的材質的 衣服一次機會 結果我收到穿上後 我就超級無敵愛 這件衣服呢 它是百分之百的真思哦 然後第一個穿上去的感覺 是覺得 它很親膚 就是沒有我說的那種 以前有穿過 如果有參雜別的材質的 會有一種硬硬的 或是色色的那種塑料感 但這完全就是不會 這件衣服穿上去超爆絲滑 我是蠻怕衣服會 紮身體的 或是穿起來沒有很舒服的人 然後我穿這件的 就裡面什麼都不想穿 就貼個胸貼而已 感覺很輕盈 然後皮膚啊 就是摩擦到 這個布料的時候都覺得 哎呦怎麼這麼溫柔 好絲滑的感覺 這種感覺呢真的是有差 蠻不想要脫掉這件衣服的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經驗就是 你如果有特別打扮的時候 或是穿的稍微比較漂亮一點的時候 的衣服呢 不見得是最舒服的 你可能出去外面回來 你就很想要把它換掉 就是我可能 沛沛亮亮的打扮了出門 然後回到家 我可能想要趕快換很舒服的睡衣 但是這件呢 是完全不會讓我想要換掉的 然後我超級喜歡它的設計是 它是短板的 我自己還蠻喜歡短板的衣服 你短板的衣服 然後你配一個高腰褲的時候 或者是任何的下半身 都會覺得身體的比例是很好的 然後它的那種風格是屬於比較那種 浪漫復古的風格 袖子呢 做的大概是四分之三 然後這個袖口也是一個很可愛的縮口 然後它的背部啊 下擺是沒有遮邊 因為每一個細節都覺得做的超級精緻 有那種很典雅的 歐洲風格的感覺 這件衣服真的是讓我對Silk的衣服大大改觀 超喜歡的 然後我覺得它各種場合啊 也都蠻適合的 就是比較正式的場合 你的下白呢 就配一個比較正式的 有點像是西裝褲啊 的材質 的褲子或裙子 都可以 然後要比較休閒一點的感覺的話 去搭個牛仔褲 我的休閒白褲也都很好看 推薦給你們 然後LilySilk他們的包裝 感覺很像那種精品等級的 就綁了很漂亮的斷帶啊 然後在拆的時候啊 整個收到產品的過程都是很愉悅的 覺得是一個精心包裝的禮物的感覺 那他們用的盒子的材質啊什麼的 因為都是100%可回收的 所以很棒 下一個東西呢 也是LilySilk他們的另外一件衣服 完全是我喜歡的風格 那它是一件羊絨Cashmere的這種 Hoodie小外套 它是有帶一個帽帽的 他們家的LOGO在帽帽這邊 然後我穿毛衣很怕的一點就是 怕毛衣穿上去會不舒服 會渣 但這件呢完全不會 它就是你裡面 甚至不用再搭一件內裡 也不會覺得刺刺的感覺 然後我很喜歡的是 它這個上面有很多的細節 毛衣上面的花紋 就是很不單調很漂亮 它是有不太一樣的花紋去拼在一起 雖然是一件單色的 但是很有設計感的感覺 我很喜歡它的一個地方 就是它是拉鍊的設計 但是拉鍊的設計就很棒 就有很多種穿法 你可以把它當一個小外套啊 裡面搭個短袖啊 小背心啊 或是任何的衣服 不可以 那如果你要把拉鍊整個拉起來 變成一件毛衣也OK 以前就有在看我頻道的觀眾朋友 可能不知道 我很喜歡包包可以有多種背法的選擇 像那個調節扣嘛 這樣你使用它的機會又變更多 然後所以衣服也是一樣 它這樣子兩種不同的穿法 我很喜歡 配件給你們 下一個呢 是Lily Silk 它們的枕頭套 好啦 你看它們的包裝真的很精美 登登 然後我剛剛有說 我們家的主臥室 就是全部都是用它們家的嘛 客房啊 我也想要來upgrade一下 所以我就選了一個 這個搭配客房 家具什麼顏色的 我選的是一個 這個 粉色的 好舒服哦 那其實我一年前啊 會想要嘗試用用看 這種比較好的 深絲的 請劇組呢 所以我睡覺的時候啊 都還蠻喜歡就是 側躺 或是趴睡 所以我的臉啊 其實跟枕頭是有很大的接觸的 所以我就有聽過 如果你是用絲的的話 也可以減少那種皮膚啊 就因為摩擦啊 因為接觸到布料啊 產生的那種過敏啊 或是紅紅的感覺 真絲這種天然蠶絲啊 也有抗菌的作用 所以就覺得睡起來比較安心 然後我也是 這樣一整年 都是睡這個枕頭套 可能不一定有直接關係 但是我覺得就是 我的臉這邊 比較少亂長一堆 有的沒的小顆粒什麼的 然後有說睡覺的時候 我會覺得那個 頭跟臉的地方太熱 睡在棉的材質上面的時候 睡一睡 你就想要找一個 還沒有睡到的枕頭角落去睡 因為覺得睡起來好熱的感覺 但是我用LilySilk 他們的枕頭套 就睡的時候 都不會覺得睡一睡很熱 躺在枕頭上的時候 覺得很舒服 所以現在我就把我們家的 客房的枕套呢 就也換成他們家的 以後來我們家睡覺的 家人朋友 因為睡得比較好 就有住高級旅館的感覺 現在在LilySilk的官網 只要輸入我的專處折扣碼 Lucy20就無門檻 全場八折囉 推薦給你們LilySilk 真絲界的精品 好那下一個呢 我要開箱的是 愛馬仕的絲巾 其實我自己沒有收很多款絲巾 因為我比較沒有在穿搭用絲巾的習慣 所以我只要看到它的圖案我喜歡 或是顏色我真的超愛 我就會想要把它當藝術品來收藏 就是這個到時候我可能會想要 弄個掛鉤把它掛起來 這條絲巾啊 這個是我一眼看到就覺得 天啊 就是我夢想中的童話故事的樣子 不知道如果有平行時空的話 這可能是我住的地方 我要拿出來了 登登登登登 是一隻獨角獸 超美的 它有蠻多的顏色 我挑的這一款呢 是白色的背景的 這個獨角獸是綠色的 它這個白色的背景啊 就很像是在森林裡面 有點像是Frozen 冰雪情緣裡面那種結冰的森林感 唯獨一隻獨角獸在這個森林中間 跟它的背景都不一樣顏色 我覺得超夢幻的 看到它就覺得 好像是在給自己加油 就remind自己 就喔你是你自己的生命中 最閃亮的那顆星 你是自己生命中裡面的主角 就有一種很有能量感的感覺 超愛這款絲巾 然後還有另外一個顏色 我也覺得蠻美的 它是綠色的背景 獨角獸好像是白色的 那種感覺就很像是夏天的森林裡面 一隻白色的獨角獸 我本來是想要買那個 但是就沒有買到 我在身邊有過 但是我後來覺得 其實這個顏色 因為它整體是算是白色的嘛 跟我們家的裝潢啊 色系也比較大一點 可能會比較耐看 然後它還有就是粉紅色的那一條 我也覺得很漂亮很夢幻 超推薦 超愛這一款花色的絲巾 很適合當收藏品 布置加超美 最後一個精品開箱呢 紫愛瑪士的鞋子 我在我的愛瑪士鞋子合集的那一集 有跟大家分享過 那個Kellico的鞋子嘛 OZMILS 我說那是我春夏 算是最常穿的鞋款 然後呢 冬天嘛 我就買了一雙這個 登登登登登登 超可愛的 給大家近看一下 就是它一樣是有這個 Kellico的設計 然後呢 它裡面是這樣軟軟的 超舒服 超可愛 這個我是一次都還沒有穿過 但是我在店裡面試穿的時候 我覺得超舒服 聽說這雙也是蠻難買到的 好像愛瑪士的毛毛鞋鞋們 都比較偏難買一點 所以就幫我留了一雙 大家要注意就是 你如果是穿愛瑪士的毛毛鞋的話 可能都要比你平常穿的在大半號 或是一號 因為我平常穿的 OZMILS是穿36號 可是這雙我穿到37 然後剛剛好 就如果是36號 我覺得應該就會太小 那它因為是毛毛的嘛 它當然又比那個皮的那雙 OZMILS又更軟更好穿 好啦 那這個就是 我最近購入的精品開箱分享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喜歡這類分享的朋友 記得按讚、訂閱、分享、開小鈴鐺 我每次都會更新影片喔 那我們下次影片見 掰掰